由此可知 果虽然可以影响因 但只有因才能生果 果是不可能生果的 此意味着只要因改善了 果也能够因此获得改善 这就是从因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虽然不治疗异常 但也能够因此改善异常的原因 所以这里也算是一个结译 就是西医检查出来的果 虽然可以影响因 但只有因才能生果 它既然是果 所以果就不可能怎么样 生果的 所以西医不可能直接这样导致 那这样意味着什么 只要因改善 因为它们都是果嘛 我们因改善了 所有的果会不会改善 会 包括衰老的果或疾病的果 通通会 所以这也就是我们虽然不治疗异常 但也可以怎么样 改善异常的原因 对不对 虽然我没有把这个异常 用剪刀把它剪下来 但是我用按推 还有热源 它身体就怎么样 自己修复 而且它修复更厉害 它是从里面一直吐出来的 哇 这个才厉害 我是一路这样 看我身体的变化 我说身体的治愈力太强了 我自己这样感受 好 那我们继续看 再从诊疗的角度深入分析 有疾病必有症状 因此判断生病与否 甚至老病区别 皆应取决于症状之有无 由于症状可感可见 所以通过观察症状 所以通过观察症状 按推原始痛点 不仅可判断生病与否 还可从骨推阴 从阴致病 这正是原始点以症状 作为诊疗对象的原因 这里应该都容易理解 你看我们观察症状 因为可感可见 然后再配合按推原始痛点 不只可以判断生病与否 因为生病与否看什么 症状之有无 那症状之有无 我们问患者就知道了 然后再配合按推 是不是可以 从果推阴 从阴致病 也可以嘛 所以完全这一套原始点 已经不需要仪器来检查 即可研判病情 治疗疾病 对不对 但是西医呢 西医却不以症状为主 他们是以仪器怎么样 仪器检查的结果为主 这个就完全跟 简单讲跟中医 也是思维不一样 也是跟原始点不一样 所以我只能说西医太猛 它一来就完全不适于 这个过去中医的存在 几千年的存在 它可以怎么样 完全走出它一套的 但以仪器检查 它又限缩于怎么样 第一个 仪器它不检查症 症是没办法检查 症因为患者本身 就可以感受得到 那状眼睛也看得到 所以这些症状 体表的它也不检查 但它会检查体内的 来说你这个症 症跟状是由哪里来的 那这个就不必了 如果以原始点 那它处底 像你找开关 我们开关都找出来 按一按就好了 你还要绕一个道 不从症状 然后以仪器检查的 这样的医学简单的讲 是想出来的 脱离了症状 想从这个症状 患者的感受 去找出它的原因 然后又发明仪器来照 哇 你觉得累不累啊 好累啊 西医怎么会用 这样复杂的想法 然后以为看到体内 可以解释体表的呢 它体表也在变化 体内也在变化 两个都是果 你怎么解释 这不相干的嘛 西医就是硬这样 凑出一套理论来 那很多人又迷惑在里面 检查体内 就是要解决你的症状啊 因为你有症状 才去找它的 然后它要把它合理化 所以这个就是原始点 为什么要以症状为 诊疗对象 原因而不以仪器 很显然嘛 不需要再绕一个弯嘛 那西医就这样搞 我们来看下面的文字 但西医为了从果解决症状 却化检为凡 以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 及组织受损 作为主要诊疗对象 举头动为例 当被检查出恶性脑瘤 西医就会以治疗脑瘤为主 但恶性脑瘤 既非疾病本身症的不适感 功能紊乱及体力虚弱 与状的组织受损 所以检查出恶性脑瘤 跟判断生病与否无关 也非疾病之因 体伤及热能不足 所以治疗恶性脑瘤 也与从因解除头痛病症无色 简单的讲 你去找西医 西医不会这么容易 就把你治疗了 它要怎么样 检查 因为它是以检查 作为主要诊疗对象 你一定要了解这一点 那如果万一你看一个头痛 我们按一按就好了 它不是这样搞 它一定要检查 它检查 万一你检查出恶性脑瘤 你就毁了 我跟你讲 这个恶性脑瘤 它会跟你讲 哇 多严重 多严重 然后它就会跟你讲 头痛不重要 有没有痣都无所谓 但是你现在 一定要赶快怎么样 治疗恶性脑瘤 因为你的头痛 就是由恶性脑瘤怎么样 引起的 你看 那就是倒果为因了 检查出来一定是果 怎么会是因呢 所以它跟疾病之因无关 然后肿瘤本身 它是疾病吗 也不是 因为这里已经讲了 恶性脑瘤 既非症也非状 那就是衰老了嘛 我们说衰老跟疾病 最好分的就是 你只要把它排除疾病 也就是排除症状 那这个一定是衰老 身体的变化体表是这样 体内也是这样 所以当你检查出恶性脑瘤 跟生病与否有没有关 没有关啊 你还是健康的 但是你今天已经怎么样 你去被它检查出来 你变成身体是健康的 但心里是病了 被吓死了 就多了这一层 很可惜啊 所以我说如果真学懂 怎么还会去检查 不可能的啊 好 那它检查出来的 这个恶性脑瘤 也不是疾病之因 这个跟体伤跟热能不足 完全无关 所以当它在割你的恶性脑瘤 跟你的头痛有没有关 没有关 很多割完之后 头继续痛的 我看了很多 那为什么 两者都是果嘛 彼此间没有关系嘛 除非它怎么样 把整个脑袋的 神经都割完了 就无感了 这个时候就没有头痛的 就好像它盲肠炎 把整个盲肠都拿掉了 就无感了 脚趾头黑掉 黑脚阿嬷 它把整个膝盖砍掉的时候 你就无感了 你脚趾头都不见了 还哪里痛 所以割到这样 有些人真的会好 但是是怎么样 不小心被它 把这些阴怎么样 也把它挖走了 但你已经怎么样 身体已经受损了 即便好了也是受损 所以这个才是最主要 所以你这样来看 这些西医的检查 不只化检违反 而且还怎么样 它检查出来 竟然都不是疾病之一 还是果耶 甚至是衰老的果耶 跟你想去看的病 也怎么样 无关耶 问题是出在这里啊 所以我说如果真听懂 怎么还会想去医院 是不可能的啊 有空就来找我聊天还可以 是吗 这个才根本啊 所以如果听到这里 应该都听懂 好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 换言之 西医认为 仪器检查出来体内的异常形态 异常指数 及组织受损 皆为疾病本身 且都有可能是导致病症的原因 而需治疗 但仪器检查出来的 除组织受损属疾病之外 好 这里你看 换言之 西医认为仪器检查出来的 因为他们能检查 就是三种 别以为西医玩得花招很多 我说一类一类 把它归类下来 我们很容易了解它的 就像中医的疾病那么多 但最后归纳为症状两个字 原始点再把症仪状分析之后 完全就可以掌握了 那同样的 我也是用这样的手法 来看待西医 西医所有的影像检查 还有数据的检查 不外就是这几种 异常还有组织受损 没有其他的 我已经这样就把它们讲透了 然后你再仔细分析 好 它检查出来 你哪一天 哪里有病 你去检查 不外就是检查这三种 跟你讲的就是这三种而已 异常形态 异常指数 还有组织受损 没有其他的 除此之外 绝对没有其他的 我敢这样讲 好 那这样如果西医检查出来 他一定都会跟你这样讲 哎呀 这个可能就导致你病症的原因 有没有 如果你没有病症 是健康检查 检查出来 他又会说 这个就是疾病 比如高血压 这个就是疾病 你要不要治 要吃药啊 要不然以后会怎么样 脑中风啊 但你没有症状 他也要叫你吃药 糖尿 糖指数升高了 你没有症状 他也会叫你控制 为什么 他认为这个就是疾病本身 但如果你有疾病 你今天眼睛看不清楚 或是皮肤有什么烂掉 他就说 这个就是糖尿引起的 然后又倒果为因了 反正话都是随他说的 那很显然 检查出来 你去哪一家医院 他讲的就是我这个结论 没有其他的话 那这些把戏 我都把它归类了 他怎么说服你的 就是说 这些检查出来 就是疾病之因 如果你没有症状 他就说 这个本身就是疾病本身 你也要处理 反正东说西说 就是叫你治疗 那我们如何来面对 也就蛋仪器检查出来 这里我们就要开始反驳了 这里已经到了怎么样 两军交战 短兵相接 寸土不浪 所以这里一定要把它怎么样 讲透 这里完全不能松口的 所以在这里每一段 都是针对着他现在 西医说的这两个议题 我们把它说破 好 我们看 其余所有异常 并非疾病本身 症的不适感 功能紊乱及体力虚弱 与状的组织受损 互非疾病而属衰老 不可作为治疗对象 好 我们这里先用一个排除法 也就是如果组织受损 我们后面会谈到 组织受损是疾病 其他异常 形态与异常指数怎么样 皆非疾病 对吧 好 那前面都已经变过 理由也都前面有说过 那既然不是疾病 它是衰老 那它是不是治疗的对象 西医说这个都要治疗 有没有 那显然 如果你没有症状 它说这个也要治疗 高血压也要治疗 糖尿指数也要治疗 癌肿瘤也要治疗 但它不是啊 它既非症也会状啊 那是衰老啊 那衰老根本不是医学要治疗 所以这一点 我们就可以反驳 这个绝非治疗对象 就把它排除了 所以它的理由怎么样 不能成立 但组织受损 我没有用这一条 批驳它 后面会讲到 好 那另外一个 万一你有症状 它就会说 这个检查出来这三项 是你疾病之因 那我们如何来面对这个问题呢 我们继续看下来 又衰老的异常 与疾病的组织受损 皆由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所以是果而非因 不会直接导致病症 若将其当成疾病之因 就会犯下导果为因 而说一阵多因 或果生果的错 好 那如果它是说因 那很显然 我们前面也讲过了 不管它检查出来的是 衰老的异常 还是疾病的组织受损 这两者皆是果而非因 有没有 第一段有没有讲 清清楚楚已经讲了 因为他们这两者 都是由体伤跟热能不足所致 所以是果而非因 既然是果 所以这个病症绝对不是由它引起的 马上就可以排除 所以如果你又导果为因 说是因 那就会产生几个错误 我们这里就讲了 就会怎么样 导果为因而说成一阵多因 或果生果的错 那前面这个都已经论述 等于这里只是简单的讲 那详细就是前面的这些论述 就可以讲一遍给患者听 所以绝对不可能是因 是不是 那他们两个主着 我已经反驳 疾病之因 检查出来通通不是 因为都是果 那再来疾病本身 只有一个组织受损失 对不对 其他异常也都不是 好 那我们进一步 再用我们的按推来判断 也就是我们按推原始痛点 既是诊断也是治疗 大家还记得吧 按推了有效 我们就可以确定 这个疾病之因是属于怎么样 他处体伤 而非异常与组织受损 对不对 这个原则是已经是真理了 几乎不用再说了 好 如果你说连这个都不承认 那我也跟你无话可说了 原始点已经做出来都是这样 好 如果按推无效的 那就确定疾病之因是有什么 患处体伤 好 那患处体伤来了 我们前面有讲过 这些异常形态与组织受损 会不会造成患处体伤 会 有可能 所以我接下来是这样写的 虽然异常形态与组织受损 并非疾病之因 也就是虽然异常与组织受损 并非疾病之因 但原始点并不排除 其中的异常形态 与组织受损 会造成患处体伤 再由患处体伤 导致病症 对不对 那这样就解释出来了 我们还是承认 其中有两个 因为它现在已经按推无效 所以是患处体伤 那异常形态还有组织受损 有可能 那有可能很简单 如果是这样 因为这两者都是果嘛 如果是这样 那很简单 我们只要把体伤跟热能不足改善了 这些果可不可以修复 组织受损还有异常会不会变化 会嘛 我这个就变化给你们看了嘛 所以它还是可以修复 那修复 你还是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啊 所以你干嘛还要再去怎么样 问你里面有没有组织受损 或异常形态 去导致这个患处体伤 就不用问 从治疗的角度怎么样 我们就可以做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即便是 好 我们也承认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说了 西医要从国解症可不可以 他们要手术或是怎样 可不可以 可以 我在前面那一段 已经讲了 有没有 除非有一种可能 也就是像白内障 它已经造成患处体伤 再由患处体伤导致视力减退 有没有 这时候西医要从国解症 处理白内障 可不可以 可以 同样这时候我们也承认可以 但是原始点可不可以 也可以 因为我们从阴解症 还是可以做得出来 一样的道理 但问题就来了 要给患者选择 也就是到了患处体伤 我承认两者都可以 但是你手术要付出怎么样 更多的代价 但从阴解症 完全不需要付出代价 甚至把你以前的问题怎么样 一并解决 有没有 你把体伤改善了 然后热能也充足了 这些头的面部的 所有问题怎么样 一次解决啊 不是只有处理眼睛的问题啊 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这时候 从我们的角度 治疗的角度 我们也不需要检查 那你要去割患处体伤 那这个我们就请便了 我们也不跟你说什么 也就尊重你 但是从这里 也就是从按推的角度 已经可以排除很多西医检查 出来是怎么样 无效的 也就当你按推 它有改善 那就证明这些检查怎么样 完全没有意义 那如果是患处体伤 好 这个可以讨论 那原始点也可以治疗 那由患者来怎么样 决定 我的意思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 是 是原始点是这样 最后就是这样 那我们就可以做结论 综上手术 原始点 如果从因解症 只需改善 体伤及热能不足 那要不要在细旧体内 有没有 异常形态 或组织受损 完全不需要 那既然原始点 可以从因解症 就是用原始点来辨证 从果推因 按推原始痛点 观察症状 然后从果推因 然后从因治病 这时候需不需要 仪器来检查 也不用 所以最后的结论 这样已经很明显了 这些西医的检查 还有它的结论 对原始点有没有帮助 完全没帮助 而且他们可以谈他们的 OK的 但是只有一处 他们谈得通 也就他们已经导果为因 是说不通的 这个我们必须要提 然后他们只有一个 就是这个果 影响了患处体伤 在由患处体伤 导致病症的时候 他们只有这个理论 基础上 他们才可以处理 也就他们的治疗范围 很瞎 简单讲 只是我没有批评 但已经点出了 这一个问题所在 那原始点呢 能解决的更多了 他处体伤也能解决 他们是他处体伤 也没有这个概念 好 那我希望说新的书出来 因为很多都有改 然后文字叙述也改了很多 你们回去要看 我跟各位讲 这一本不要说五遍 十遍都要看 因为这里关系生死 而且我现在用的话 十五版第二刷 我建议你们起码多看 为什么 因为他用词潜质 已经我真的改了 不断的在改 已经改到我自己 都已经觉得OK了 你们可以多读了 不会学到一些错误的语法 或是累赘的致词 应该还不至于 所以现在文章是很流畅 指的一读再读 然后里面的理又说得透 今天你这样听下来 有没有听不懂的 听懂的举手我看一下 应该都听得懂 然后听懂的一定不会去检查 我敢保证 只有听不懂的才会去 那这个会关系生死 所以这一堂课 我认为很重要 那新书出来 一定要多看 我每一天都在看 拿着书本 一直在反思 哪一个字 有没有画面 然后我的画面是怎样 有没有讲到我的画面 所以我才可以修改 是这样来的 要不要读一下 好 那就 这里开始读 我就不解释了 再者 透过按推病症相对应之原始痛点 若有改善 即可证明真正导致病症的原因是 他处体伤 而非异常形态及组织受损 若无改善 即可证明真正导致病症的原因是 患处体伤 虽然异常及组织受损并非疾病之因 但原始点并不排除异常形态及组织受损 可能会造成患处体伤 再由患处体伤导致病症 即使如此 只要热能不足得以改善 身体就可自行修复异常形态及组织受损 所造成之患处体伤 从而达到间接解除病症的目的 至于异常指数只是抽象的数据 不会造成体伤与病症无关 终上所述 可见生病与否的诊断 取决于症状之有无 完全不需仪器检查 从因解除病症的治疗 只需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也不必在细旧体内有无异常及组织受损 总之 医学并非要解决衰老的异常 但如果为了解除症状或检查正常 却将异常当成诊疗对象 那就犯了将衰老当成疾病而使病人变多 与倒果为因而说一阵多因或果生果的过失 如此诊疗不仅违反自然规律 还超出医学范畴 这里应该大家都听得懂 那我是希望西书出来 起码要读几遍 你们自己说 五遍 五遍 好 我们就这样约定了 为什么要这样约定 我以前在读史记的时候 因为中文系 多少被迫要读一些文章 那史记司马迁写的 他写那一本书他就想 他说将来他那个书要怎么样 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 然后最后要怎么样 要藏之名山 传之其人 有没有 我记得有这一句话了 但是原记是不是这样还要去查 就是他当时候也为了写史记 因为大家都知道 他有一身的坎坷的记忆 我们就不提了 那他想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 但知道这个书 不可能随便乱发给人家看 他还怕人家看不懂 就把他毁了 他还要怎么样 藏之名山 然后遇到了 真的可以交代的人 才要拿出来给他看 传之其人 他是这么慎重 我写完这一课 我就觉得 我好像很不慎重 然后就让你们通通看光了 就这么简单 然后你们又不珍惜 我现在是把法当作是生命在看 我认为没有什么比法更重要 只要违反了这个法 我什么都可以不用 连谈都不想谈 了解吗 来这里 如果不能珍惜这个法 那以后就是我们怎么样 贸合神礼了 我们绝对是这样 所以法才是最重要的根 那如果你真的要救人 这一本书 非得熟读不行 看五遍是基本功 这一本书你知道吗 里面内文 我告诉各位 没有一百页 真正的里面的内文 也就是我的理论 很少 我已经把十几年的心血 把所有的医学都怎么样 化繁为简了 简到已经真的 你们只要一个礼拜 都可以看完五遍 我每一天都可以看一遍 都没有问题 一个礼拜就可以看完 那这样的医学 你们不看还要看什么 那来这里 不看完 然后你们会跟患者 讲些什么话 我几乎都可以想见了 你们还能讲出什么 比较具有创意的话 不可能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 本在哪里 所以法是我最重视的 我说这一生什么都可以舍弃 甚至生命都可以 但是法我希望能够传承 就是像司马迁这样 场之名山 传之奇人 现在我也只能期待 各位就是那奇人 其中的奇 传之奇人 就是传之这些有心人 真的可以拿到 来利益似人的人 那我也是把大家这样 那如果有些人不珍惜 就罢了 我认为无所谓 因为这一生 不过就是这样 我只是路过人间而已 我还能要求各位怎么样 但有言嘛 就多讲几句话 就是教你们多看 绝对有好处 不会害你们的 好 那我肚子也饿了 吃饭去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finsー